欢迎收看大象真白 我是二师兄 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很多东西和自己的名字是不符的 比如明明叫黑板 但是它的本尊却是绿色的 再比如冰箱为什么是个柜子 而冰柜却是箱子呢 今天就带你一探究竟 教室里那块横跨整块墙面的大黑板 你一定还有深刻的印象 但仔细想想不对呀 黑板分明就不是黑色的 而是深绿色的 这恐怕要从黑板的历史说起了 我在18世纪末期 当时的学生使用的是人手一块的迷你写字板 一般是用黑色或灰黑色的板颜或上色的木板制成 大块黑板起源于19世纪初 一位苏格兰校长让学生绘制地图 但写字板尺寸太小 于是他提出将几块石板拼接在一起 组合成大写字板的板法 从此大块写字板逐渐流行起来 后来又被通俗地称为黑板 到了20世纪60年代 一些公司在钢板表面覆盖绿色糖瓷制成黑板 这种材料比传统石板更轻 更耐磨损 还降低了运输成本 而且粉笔写在上面也更容易擦掉 尽管绿色与保护眼睛并没有直接关系 但对于需要长时间盯着黑板的师生来说 这种相对柔和的色彩 要比暗沉的黑色更舒服 另外 人对绿色光波十分敏感 学生的注意力容易集中在黑板上 黑板被绿板取代 但名字却远用了下来 看看今天的教室 可能绿板也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了 取而代之的是白板和各种电子屏幕 冰箱为什么是个柜子 而冰柜却是箱子呢 在古代用于收纳东西的家具 统称轨具 包括柜和箱 区别在于柜是横拉门的 比如衣柜保险柜 而箱是上翻盖的 比如行李箱 早在汉朝 冰箱就已经出现了 周理中记载 祭祀供冰汉 那会儿的冰箱确实是用青铜做的箱子 直到清朝 冰箱的外形也一直变化不大 后来西方的电冰箱传入我国时 就自然而然的被称为通电的冰箱 等到冰柜再传进来时 由于电冰箱一词已经被占用 只好用诡句中的另一种来命名 就成了电冰柜 明明是绿的 为什么叫黄瓜 黄瓜最初叫胡瓜 因为它是汉朝张谦 出使西域带回来的 因古人对西域人统称为胡人 也就用了胡瓜的说法 后来因后照建立者石乐 也是胡人出身 忌讳着个略有歧视的胡字 所以胡瓜这个名字是不能再用了 那么为什么不叫绿瓜呢 其实我们今天吃的绿色黄瓜 是它未成熟的状态 完全成熟的黄瓜就是黄色的 只不过未成熟的口感更脆更好吃 因此渐渐的黄色的黄瓜 在市面上几乎就看不到了 但是黄瓜的名字却被流传了下来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订阅和三连 我是二师兄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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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